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当然啦 这种风风雨雨 在选举里面就特别明显 今天有一位民调 美丽岛的民调 美丽岛电子报说 你看 侯友宜掉第三了 国民党就马上很多人出来讲 哎呀 应该像范柱 其实国民党最可怕的 其实国民党每次选举都会赢 国民党最可怕的是 有些自己认为深蓝的人 觉得自己比别人优秀 去选什么都不会上 那自己很强 非常挺韩国瑜 挺得不得了 然后他们说 韩国瑜可以拿九百万票 结果他们出来的嘴脸 把很多人都吓跑了 韩国瑜拿五百多票 我有时候是很懒得讲 因为深蓝的群体我非常熟啦 可是他们那种自以为是 已经到了让人家觉得匪夷首饰了 每天在质疑 小董 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气你叉叉叉的 我有时候看了 很烦啦 为什么 因为嫌疾你讲这些没有用 你连家里自己小孩都没办法 叫他投国民党 投蓝金 你还好意思在那边讲东讲西 深蓝的嘴脸 有时候让人家厌恶到 就觉得你不必去表现那个 你就乖乖去投票 你不必在同温城里面 每天讲自己都了不起 你嫌什么都不会上啊 我讲真的就是这样 除了嫌议员你可能上 嫌立委 嫌县长 嫌总统都不会上 为什么 因为那叫单一席制嘛 就你的 你的情况不够办啊 那今天美丽岛 这当然可以讲是一个警信 很多人说 应该赶快换柱 是啊 如果不是你嫌 国民党里面很多人 今天如果不是我代表嫌 我就给他烂 我碰过太多了 他们出来嫌呢 也嫌输 可是他们可以捞一票钱 就出来捞钱了 太多了啦 我认识太多了啦 各位朋友 你把他纵观 国民党这几年出来嫌辑 嫌输的人 他们跑去哪里 他嫌输 他要不要出来回报人家说 过去别人帮我 我要帮他站台 即使我嫌输 对不对 韩国瑜有啊 韩国瑜出来帮很多人嫌输 很多人没有耶 很多人嫌输了就不见了 因为他捞了一票钱就跑了 蓝营的啊 都是你很尊敬 你觉得 诶 这个人形象不错 我告诉你 蓝营最会搞这一套 好 那我来讲 很多人嫌辑是为了捞钱 不是为了要当嫌啦 每天都在搞这些东西 我非常清楚 可是我告诉各位 美利导电子报不准啦 一向就不准啦 2018年美利导电子报的 吴子佳出来讲 柯文哲百分之百露嫌 请各位朋友 现在就Google亚乌搜寻 他说柯文哲百分之百会露嫌 他依据美利导电子报 他认为2018年 柯文哲百分之百会露嫌 你就打 吴子佳两点 柯文哲百分之百会露嫌 就柯文哲当嫌啦 你就不准啦 这一届的总统大嫌 蔡英文 韩国瑜 宋楚瑜 我讲他两个民调 我们知道 这次总统大嫌 是2020年1月11号 依照规定 前面10天是不能搞民调 对不对 这个叫封关民调 封关民调 他做出来的 蔡英文拿百分之五十三点一 韩国瑜拿百分之三十二 点七 然后宋楚瑜拿十点五 那投票结果呢 是不是 不准啦 没有准啦 为什么 因为 我现在现场 秀出来给各位看 就在中选会的报告里面 对不对 蔡英文她说拿五十三点七 结果她拿五十七啊 她说韩国瑜只有拿三十二 结果韩国瑜拿三十八点六一啊 她说宋楚瑜会拿十点五 结果宋楚瑜 只有四点二六啊 连五都不到啊 所以清明党在立法院 现在没有习次啊 准不准 不准啊 那她在烧钱的一次 她说宋楚瑜拿百分之十二啊 那一天是 2019年十二月 二十四号跟二十六号 她做的民调 她说宋楚瑜可以拿百分之十二 那封关的民调 都可以拿百分之十点五 都不准啊 宋楚瑜只有拿四点多啊 我讲这个 我就要告诉各位是什么 就是有些民调 她做了设计的问题 她其实是有 是有用意的啦 是有用意的 那我们看民调看久了 我也很懂民调啊 我因为讲民调 还被人家告啊 告很久 那我对民调也很懂啊 台湾这些做民调的 正牌做民调的 主持人我也多认识啊 而且我还乖乖的去看啊 去看他们怎么做啊 包括中 中时民调 中国时报的民调 是前台湾最老牌的 媒体的民调 那台湾最早的民调是盖洛普 盖洛普的民调 那最老牌的民调 是中国时报的民调 然后接下来是联合报 联合报的民调 是前台湾最大的 他的谎言有64位 那TVBS的民调 TVBS的民调 他也是很久了 从TVBS成立到现在 快30年了 那这三个单位我都服务过 他们的 民调中间的负责人跟我都熟 因为我会去看 然后去看你们怎么做 那盖洛普当然不用讲 丁廷乙教授 那是赵少康的好朋友 大家也很清楚 当过郝隆平时代 台北市政府的副市长 也是我们熟悉的朋友 台大社会系教授 所以我们看民调 我们会看 他是哪家民调做的 昨天有一家民调公司 做的更离谱 这家民调公司叫做 叫做什么 你知道吗 叫做 正常国家基金会 你知道为什么 叫正常国家吗 因为游錫坤 当民进党主席的时候 他认为台湾应该成为 一个正常国家 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 叫正常国家解议文 那所以游錫坤 这个派系叫做正国会 他是精神领袖 他的负责人就是 就是谁 林佳龙啊 所以这个基金会 林佳龙 他出了两百万啊 他自己掏药包出两百万 然后别人也出 再去募款 成立了这个 叫正常国家基金会 好好笑 他昨天也做一个民调 哇 哇 来了 火友宜都 都样样书啊 火友宜都看了真好笑啊 各位朋友 什么叫民调啊 民调最主要就叫公信力啊 那你看他们有没有公信力 有时候 他其实就是这个 有他的用意啊 但是你看这东西 看了真好笑 时代力量的党主席 习永明 他说我们时代力量 在立法院三席 结果我们请了这党工 付薪水不太够用 怎么办 他就打电话给林佳龙 林佳龙是他建国中协的协长 说要跟他借钱 林佳龙说我没有钱啊 我可以请一个朋友来 他就请个朋友 台中的廖子成啊 廖子成的爸爸跟我是朋友 叫廖前义 廖前义是原来营林的县长 国民党的县长 廖子成现在在台中 他做那种 做那种电视台啊 那电视台 因为你受限于NCC啊 所以他一直要上架 上不了啊 那时代力量是 四大政党之一啊 所以林佳龙请他来 他们两个 就约了 时代力量党主席 习永明 在大仓九合 这家大饭店碰面 碰面以后 林佳龙就介绍廖子成 给习永明 那林佳龙说他就走了 廖子成就拿出三百万给习永明 就你们 你们的党 你是党主席 你的党 党工有些花不出薪水 没有联总奖金 这个钱 借你 垂发奖借你 没有借记 什么都没有 现金呢 现金是表示什么 没有金流来源啊 没有金流来源 这个钱就是黑钱啊 各位 这个钱就是黑钱 一个政党主席 别人拿三百万给你 不用借记 这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党是有问题的 各位朋友 这个就是贪污的党啊 不是吗 三百万耶 不是三十块 三千块 三万块 三百万耶 三百万也很重 从台中拿现金上来 你要借钱给他很容易啊 对不对 你汇钱给他就好啊 要不然你叫你的秘书 拿你的存折盖 你的章汇 汇给他 或者你 用按钮的 转移 过去就可以了 他不要 我一定要当面给你 给你现金 要你认识我 我今天给你三百万 你要认识我 将来 将来我这个你就要帮我 背后的用意就是 你要帮我们 我们 我们这家电视台一直上不了价啊 什么叫上价 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三到五十八 这个是 国内 新闻频道有线里面最红的 你没有进入这个区 你都算小台了啊 因为没有人 以前比如说八大 八大电视台 他也有新闻节目啊 后来为什么做不下去 因为他在二十七台二十八台 没有人会跑去那里看新闻啊 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看新闻养成的习惯的话 那你的收视就会差啊 对不对 所以中天被关了 我们就一直鼓励说很多朋友 你应该去中市 中市有个新闻台在一百五十四台 很远吧 那你怎么办 他把你关啊 中天已经没有新闻台了啊 你只能到网路去看啊 他没有在有线电视里面啊 所以我们就鼓励到 你到有线电视里面去看一百五十四台 好远哦 很多朋友都还很不习惯啊 那他是一个新闻台 可是很后面啊 那他兵家必争之地 四十九到五十八台 所以大家都在抢这一块啊 那廖子诚他的节目 他的数位电视 他一直想抢过来没办法啊 静电视也一直想抢啊 也没办法啊 因为都卡死了你知道吗 那他们好不容易把中天拿掉 把五十二台给华市 华市拿这里是最不应该 为什么 因为华市有无线台 无线台很大啊 无线台你不用花钱就可以看到了 台市中市华市民市 你已经有无线台了 你还在有线电视的兵家逼真之地 又占一块 为什么 因为华市可以帮民进党讲话 他是官方经营的 号称公事 但是是政府出钱在经营的 政府决定他的董事长 他的董事人选 这个叫做党政经 叫做党政经 应该退出媒体吗 各位你可以看 民进党的手法都恶劣啊 那我讲啊 这些民调 民调我刚讲了 挤出来了 各位可以看到 所以你今天看了这些民调 就说 国民党就很多人赶快出来 国民党现在有两批人啊 一批人看侯友宜不爽 就说怎么提名侯友宜 那里面有一些因素是因为 侯友宜不是外审人 我老实讲 小董讲话绝对负责 我也不怕得罪谁啊 很多人讲啊小董你都在提审级 我最够资格提审级的 因为我没有审级啊 我不是本审人也不是外审人啊 我就是堂堂真正的金门人啊 对不对 金门人就打了三场 战役 把台蓬金马保卫住了啊 死了很多人啊 谁有这样的胆势 谁有这样的牺牲跟奉献 大家来讲嘛 我最没有审级的啊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南京里面很多人 他会有审级想话 那历经那更多 台湾险级 这个是跑不掉的 嘴巴大家要讲 哎呀那个不道德那个 可是很多人都在操作这个 民进党最喜欢操作 因为本审级的人 占台湾的四分之三以上啊 大概七十六七十七啊 所以他只要说我是本土 台湾人爱到台湾人啊 对不对 陈定兰选省长就这样 陈定兰选省长 谁在帮他操盘 赖清德啊 你不知道 赖清德第一次投身险级 就是去帮陈定兰 陈定兰选输了 为什么台湾人要投台湾人 因为陈定兰的对手 是外省人的宋楚怡 懂不懂 所以台湾很多电线杆上面 就贴着这样啊 到了陈水扁跟连战 跟宋楚怡在选 那是民工89年 他们告诉你一号台湾人 二号外省人 对不对 然后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合手 开了枪 要打死台湾人的总统啊 各位这个就是省级啊 省级怎么会没有票 有票有影响啊 所以国民党里面很糟糕 有一些人看 侯友仪不爽啊 没有一个候选人 你会看 你会百分之百中意啊 嫌女系也没有百分之百中意啊 我告诉你 所以我们就在里面挑 他他不够怎么样 他又怎么样 是啊 那说穿了 说穿你们就是支持民进党啊 你还有什么话好讲 难道以为真的克文哲排的第二啊 好好笑喔 对不对 克文哲排第二 是啊 那时候美丽岛电子报说 宋楚瑜的 选票是12的 为什么要投出来只有4点多 美丽岛电子报啊 同样一家 我刚已经认出来了 一个是12月 24到26 2019年12月24到26 做的美丽岛电子报做的民调啊 他说宋楚瑜是可以拿百分之12选票啊 为什么要宋楚瑜票投出来 只有4点多 连一席立委都没有 对不对 然后他的封关民调 做出来宋楚瑜是10点5 10点5 那在立委可以分到七八席了 没有啊 一席都没有啊 会准吗 不会准啊 可是 当这些亲立营的 民调一出来的时候 蓝营很多人就开始啊 那这一阵子很多所谓的蓝营的名嘴 或者接近蓝营的名嘴 就开始讲 国民党哦 那个征兆就不公平啊 叫黑箱啊 对 老实讲 这些人我认识很久了 我本来就有点鄙视他们 他们是 他们有他们的目的 我没有目的啊 我的目的就是推翻民进党 推翻台独的党 我就反台独 我只有这样而已啊 我就反黑金跟台独 简单讲就是这样啊 那他们也有什么目的 哈哈哈哈 你要帮有钱人 有钱人浮显 你就唯恐他不显了 有钱人浮显的话 等你进去了以后 你就开始要花钱了 一个江湖大哥来找我 说他要弄一个政党 我说你千万不可 他找我 我们两个也在兄弟翻店啊 他也的啊 我都千万不可 他说要有个政党才有办法 我说你 不要笨蛋 你在江湖是大哥 你弄一个政党 你就是小弟了啊 他说他们都告诉我 我们要这样才能团结 我们推出自己的候选人 我说你听我好不好 我是 政治我是很专门的啦 我跑这么久 而且我没有什么私心 我各种朋友都有 后来 讲一讲 我觉得他应该接受我签告了 我也付了钱了 我把账户封了 因为这个人是我很敬佩的 结果他后来也成立一个政党 各位都知道我在讲的大概是谁啊 他的政党从来没有拿过 一席民意代表 不管相邓议员 相政明代 或什么 从来没有够 那你花那么多钱干嘛 因为我那时候就跟他讲 我说要你 主政党的人 就是希望你拿钱出来 你要维持一个党啊 我说我知道你 你这些人很辛苦 赚了很多钱 因为他是我 我淡江大学的协长 我说我知道你 这些人赚一些钱 你搞了政党以后 你这些钱就要拿出来的呢 因为你也不会去做 虽然是江湖大哥 你不搞枪不搞毒 你是乖乖乖乖乖 做生意 赚了这些钱 这么多年来很辛苦耶 结果他没有听我的 啊 现在是怎么样的场面 他的党还在啊 可是有没有影响力 各位 我讲我真的是对朋友 这些我都很诚恳 就是这样啊 那要郭台平去选的人 认为郭台平会当选吗 不可能啊 对不对 啊郭台平如果漏选 没关系啊 郭台平漏选刚刚好啊 因为郭台平选几 总要拿好几亿出来选嘛 大家都分得到啊 对不对 简单讲啊 我帮他做广告我就分到了 我每天在电视上吹捧他 他最喜欢吹捧郭台平是谁 是立营的电视台啊 郭台平上次怎么会输 他的广告都投在立营的电视台 你怎么可能会当选嘛 你是脑袋有动吗 你现在要争取国民党党内出选 你的广告都投在立营的电视台 国民党的人不看啊 国民党的人很讨厌那些台 啊你去投那里干嘛 是不是 你今天 你今天要卖 要卖 一个茶叶 你跑去泰国登广告 泰国人会跑到台湾来买茶叶 少之又少吧 各位朋友我讲 你怎么会有这样 你完全不懂政治可以啊 但是你要有基本的逻辑概念啊 我讲 我在台湾 我敢讲 我虽然一向以人为善 骂人也很凶 但是我不占人家便宜啊 每个每个跟我接触过的人 不管是我跑过的单位 或者我周遭的朋友 哪一个人被我占过便宜 没有啊 我有跟你借钱不还吗 我跟你吃饭 我是不是都抢的护账 不管你的官位有多高 你都有钱 我以为我不要占你便宜嘛 简单讲就是这样 各位朋友 但是你今天看 我们台湾有多少人 蓝营有多少人 每天讲 哎呀国民党不公平 哇就是要勾台银 好好笑喔 勾台银可能当险吗 民进党巴不得勾台银出来啊 我前几天去吃饭了 然后碰到一个 欧巴桑 他的店里面的那个 他说郭台银真的可能出来吗 他如果出来怎么可能当险 我说为什么不可能当险 他就笑一笑 他说董哥你比我清楚 民进党只要问一句话 郭台银就死了 你同意台湾的领导人 资产都在大陆吗 就死了 各位这简单的一句话嘛 你同意台湾的总统 你同意台湾的总统 资产都在大陆吗 各位 你还嫌什么 这是常识好不好 我是一直不太愿意讲 我没想到一个欧巴桑 跟我讲说董哥你 这个是常识啊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啊 我只是懒得讲啊 对不对好像我们故意在打敌他了 我既然已经讲出来了 你同不同意台湾的总统 资产都在大陆 都在中国大陆 光这一句你就没有票了啦 我告诉你 中性选民就跑光了 这个是一个常识好不好 我们有的选举 我非常知道民进党 会用哪一些说法 我也知道国民党 哪一些人在想什么 我老实讲 很多人听了不爽 我也知道他们的目的 非常知道 那种贪婪 或者要为自己的好处 我也很清楚啦 啊他们讲的从来不准啊 同样这一批人 有一堆人 哇讲韩国瑜 都强 哇可以有九百票 九百万票 我说我听你在放屁 票开出来你来看看 可是我们台湾有一个机制啊 没有人去管 那些王叉蛋 平常哇讲的神气活现 哇都展睛结一点 出来讲的跟他不一样 出来讲的跟他不一样 没有人去追究 然后韩国一露血以后 他又好像也能先知 我早就知道他会露血那一种 这种嘴脸到处是 你知道吗 各位朋友 什么叫公道 老百姓是没有公道的 台湾老百姓 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我小董为什么敢每天讲这样 因为我不嫌疾 不嫌疾我最大 我也不拿别人的好处 我敢讲啊 我讲啊 你看那些 噁心到几点啊 什么名嘴 垃圾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好 董哥要不要先讲一下 今天有什么行程 好 我今天 会上了东森那个 五十七台那个叫什么 那个报新闻 东森报新闻 好 东森报新闻 东森啦 东森电视台 好 ok 那我们先把昨天没有念完的念完 昨天念到陆丁耀 是谢谢 昨天喔 淑婚喔 有过来 她说她不是那 幻醉集天的张淑婚 我听了笑出来 淑婚啦 张淑婚啦 还有一个张周摩 的太太张淑婚 那也是人家做了很多好事啊 所以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平常的名字 所以 其实你不要在意 就是 台湾有些名字是很通俗的 那淑婚每次都跟我很高的抖念 昨天也抖念两三次 那我非常感谢她 那她对我的言论 对我的做人 她其实都很支持 特别感谢 然后陆丁耀 谢谢陆丁耀 是 吃午餐 就是要佩董哥真心话 没有错 我骂人就 讲的都是真心话 朱镜刚 我们谢金刚 夏天快到了 这个政府 抓一旦 对啊 没有错 下来就准备瞧了 现在才五月底 各位可以看 那王主文 谢谢 那她说 看到了 郭别宏 在高雄到处刮看板 看了恶心啊 同时希望 藍莹参写人 不要再争执了 没有错 郭别宏是前民事的董事长 谢谢 来咯 西喜 西喜 她支持董哥 非常感谢 西喜 西喜 陈文贤也有个节目叫西喜 然后陈芳 寡人 她是我们新加坡的好友 她非常感谢 那她 她说 大家平安 她的选事没有选好 她有英文 那个汉里平音 大家平安 谢谢 来了 MG 是她的小董加油 感谢 非常感谢 好 我们准备回现场咯 欢迎小董真心话 欢迎小董真心话 我讲真心话 其实我不太怕得罪谁 很多人想小董你得罪谁 又被谁告 我知道啊 我到法庭自然会讲清楚啊 我每天骂民党是 垃圾下山岸不要脸的畜生党 他们告了我啊 告就告啊 到法庭上我要证明 他就是垃圾下山岸不要脸的畜生党啊 对不对 简单讲就这样 我要告输的话 我就有罪啊 可能就配判 记忆多少天 简单讲就这样 不会抓去关的 很多人讲 有种你来关我 这种不会关啦 我讲 我讲新闻 跟我对司法的那个 我讲的都是很平实的 今天 在台湾哪里最热闹 今天台湾不热闹啦 台湾除了台风不热闹 今天最热闹是金门啦 金门为什么热闹 因为金门的4月12号 就是金门的陈皇爷生日 金门人重视了陈皇爷 还有光宫 天宫 天宫是正月初九 那我们金门人重视就这个 那很多人讲东讲西啊 今天赖清德到场 郭台铭到场 柯文哲到场 然后 大家知道金门县长陈虎海 陈虎海他们 哇 黄珊珊是 柯文哲的靖田总裁 出来讲 哎呀陈虎海是我们 民众党的怎么样 陈虎海是民众党 陈虎海也不敢挂民众党 下去选啊 去年选举陈虎海如果挂 台湾民众党的名义下去选 陈虎海就漏选了 因为有人挂台湾民众党选议员啊 他漏选啊 他哪一千出头啊 他的票只有一千出头 怎么会选 会当选 对不对 就漏选啊 陈虎海很清楚 瓜台湾民众党是不会当选的 他用的是中军会 下去选了 那其实这两天陈虎海最大新闻 并不是陈虎庙嘛 是什么 是他不能再选了 他应该去 这一次选完还可以再选一次 对不对 为什么不能再选 因为你要通过排列条款 原来他有排列条款里面的 为什么 他过去当议员 议长会险案收人家钱 他被抓去坐牢 蛤 台湾民众党的陈虎海被抓去坐牢 黄珊珊要不要出来讲啊 你们怎么把这种有黑金的人 当宝贝抱在怀里啊 陈虎海当选县长 哇 然后柯文哲去金门 哇 然后台湾民众党就说 陈虎海是我们的县长 是我们党籍的县长 啊现在呢 现在他是一个被认为黑金的县长 甚至连下次都不能选 啊你呢 要不要再出来讲一讲 我告诉你 很多人是有两种身份的 两种面貌 陈虎海跟我很熟啦 他小我三岁 是我学弟 他家住我家旁边啦 我老实讲 他对我很尊敬 我对他也不错啦 我平常我也不是在攻击他喔 我在讲一个 所有的新闻事件都是真的 我在讲这些台湾民众党都恶心啦 讲这个县长就讲是他们的 人家不敢挂你的党耶 然后说欸 我们到金门就怎样 我是一个金门人 我诚实的告诉各位喔 金门没什么票啦 金门要选的话 我去选我第一名啊 选立委一定我当选啊 选县长一定我当选 但是我不愿意选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金门有个很 很容内的 一种氛围 他跟那种民主结构不太一样 我如果选上县长好了 帮我的人当然很多 很多人也敬佩我 小董敢讲整话 对不对 在台湾最敢表示金门之声的 就是董之声 对不对 是啊 我在金门 大家也都认识你啊 觉得说欸你很 很有正义性 你也不是财团 也不是什么 也没有什么大中亲 这样的人我们才要支持嘛 对不对 好那 那最后我当选你以后 很多人就会上门来 啊我那小孩都没工作了 我这次选举都要帮你 你要安插一下 我们金门是很讲究这个啊 啊你不帮啊 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啊 把你倒三天出钱出力 也不帮我儿子让他去工作一下 各位都是这种你知道吗 我没办法应付啊 我把他应付他就会去找我 妈妈就说 哎呀你好心哦 这也没倒三天 没有意思啊 你名声就错了 这个人忘恩乎义啊 你儿子忘恩乎义 各位朋友 我老实讲哦 我在怕的是这个你知道 而且一定会发生 一定会发生 你名字就错了 我只是没有帮你儿子 让他工作 我只是没有怎么样怎么样 我都做我该做的啊 这样你下次选就会漏选啊 然后名声就错掉了 说这个人是无情无义啊 我们帮他他既然不会回报 我要回报什么 我要拿公家的资产 来回报你 各位在金门这个是很正常 你知道吗 我很多亲戚也都从政啊 每天搞这个搞死了 有时候跟我讲后悔 我说你拿后悔 你们自己当的爽歪歪 我很多亲戚都 都在金门都是 公职名利代表 什么什么都当过啊 我从来不会想选 为什么 因为我们金门有这样的风气 金门汇选很严重 陈虎海 当议员的时候 议长 议长要汇选啊 要请议员投票给他 他要给钱啊 他收了钱 收钱以后 东窗四花 他被抓到 就去坐牢 曾经会想过的 在这次我们排一条款 上个礼拜五 立法院通过 就不能再嫌了 所以国民党的林文睿 本来不关系立委 要嫌林林 他不能嫌了 因为他被认为过去 曾经会想过 那 这种会想过 他也定案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法令很严 那民进党当然不用讲 民党不能选的一大堆啊 苏贞卿就不能选啊 苏贞卿还没有定案 可是他一审被判十年以上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其实民党还有好几个现任了 只是还没有曝光我知道 但我不太愿意讲 就怎么样 因为你们到时候 我要看你们怎么去登记啊 你要去登记 我不相信中选会敢给你够 因为我有一个名单 我自己这几天把它统计过 我有哪些人有前科 有怎么样的 是符不符合这个条件 我在看中选会 要不要放水 我老实讲 我也会再做一些功课啊 但是你今天看到的情况 你在说 哇 大家都到金门 我老实讲 金门没有票啦 金门的票 多数都是活有余的 随气都一样 他就是这样 金门的票主要都是活有余 不管陈奕珍 多么支持郭台铭 即使郭台铭出来选 即使郭台铭到金门 金门的议长 金门议长跟他讲说 我支持郭台铭单独出来选 好气啦气啦 是不是 你支持啊 议长有多少票 议长就是议员的票而已啊 你有多少票 一千两千票左右啊 你有什么了不起 没有啊 议长跟我也很熟啊 啊怎么样 你支持他 他就当选吗 你支持他 他百分之百落选 要不然我们来打赌 对不对 谁敢跟我打赌 所以郭台铭 如果参选会当选 谁要跟我打赌 欢迎来啊 不可能啊 大家都知道 不可能当选 可是他唯一的目的是什么 唯一的目的就是 要拉下国民党的侯友宜啊 他去抢侯友宜的票 这么清楚的立长 不知道吗 我们很知道啊 我在进门选立委 我会上 大家来跟你拜托 拜托很多东西是违法 你怎么办 我才不干啊 我完全不干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自己花钱 选了一个立委 要帮你做牛做马 各位 你说 欸你可以去募款 我为什么要去募款 我为什么要欠那些人人情 是啊 我募款一定募得到 很多朋友 很多商业机构 愿意捡钱给我 他将来来拜托我 我怎么办 我要还啊 我非常清楚这个结构啊 那我要选县长 潜力更大 我也当选得了 可是 很多人都要找你来 关收这些东西 我没办法招架啊 我有办法招架 可是我的家人 就要深受困扰 各位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你可能不在乎 我不需要啊 对不对 我不需要 我当一个 节目的评论者 我要讲什么 要讲什么 要骂什么 我都讲了 我也不怕得罪你啊 对不对 金门的议长 红云典 我很熟啊 我讲他 他一定不高兴 不高兴就不高兴 要怎么样 陈虎海 我今天讲他 当议员 收费 他一定也不高兴啊 嘿嘿 董哥啊我住你家旁边 你这样 不高兴 我还是照讲啊 对不对 一样啊 我讲清明 那个 台湾民众党 这种投机党 柯文哲是 在我来讲是 我是很不屑啦 我老实讲 嘴巴会讲 他没有做到任何事啊 嘴巴 嘴巴会讲 什么都做不到啊 连捷运一个站都做不到 每天讲大话 好多人就很崇拜他 当然啦 有人要崇拜幻童 我也没有话讲 但我讲东西就是真的 各位朋友 你不要去相信民调啊 你要讲金门 都能闹 我跟你保证 金门最高票 就金门来讲 金门最高票 绝对是活友谊啦 百分之百 要不然 你把那些人都找出来 不管议长 或谁谁的都找出来 陈奕甄都找出来 看要不要跟我打赌 这 绝对不敢的 大家都很清楚嘛 大家都非常清楚啊 我们金门很简单啊 虽然我刚讲 他那种人情 那种你没办法接受 可是金门很清楚的 金门是一个反黑金的 金门是一个反台独的 一个 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的情 都情结啊 所以国际新党在那里 为什么可以当县长当八连 因为新党就是反黑金 反台独 金门国际的县长叫李朱峰 他本来要我去选的 你知道吗 我不去啊 他会说人你不去不行 新党找我 我说不然我帮你们介绍一个人 应该选得上 谁 李朱峰是我介绍给新党的 李朱峰跟新党没有任何奄言啊 各位我讲 因为我们 我也不是 一个 我也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也不是一个对政治 参与很有兴趣的人 但是因为我都跑政治嘛 所以这些政治的人我就很熟嘛 对不对 赵超康一目明他们 你就去选啊 我就不愿意去选就是这样 我参选机会很多啊 各位朋友 我讲的东西是不是比较准 是啊 我讲的东西比较准 可是我会被排斥 因为 因为几乎只有我 我讲的是对的 我讲对了 最后呈现票投出来 哎呀只有小总队 我被排挤啊 只有对的人被排挤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讲透 都在那边唬烂啊 那些蓝银名嘴都在那边唬烂啊 哦 把韩国瑜讲的票位多少 哇 900万票 哇 讲的天花乱坠 不可能啊 怎么可能啊 那最后呢 结果选完了以后 他们好像 哦 都被他们料中了 真好笑 哎 各位朋友 现在我们讲什么 都有录音 都有录影 可是台湾 没有是非 没有真意 在这里显现最清楚啊 啊你们 你们老百姓 在他们眼中都是笨蛋啊 都都是笨蛋啊 我呼嚷你就够气啊 对不对 柯文哲随便呼嚷 大家就够气啊 柯文哲的政见哪样肉食 没有啊 哇 他讲记住正义 讲的慷慨激昂 现在还在讲 真好笑 柯文哲 你不是 八零要盖五万户吗 在哪里 盖一万八千户 我老实讲 台湾没有是非 没有公理 没有正义 董哥记得喝水 好 谢谢 然后 看一下 我们刚刚念到 CC CC 非常感谢CC 然后 陈曼寡人 对 然后 刚刚也念过了 安心力 小董加油 谢谢 然后警长阿虎 他说 董哥好 每天听我的节目 可以提升 明辨是非的能力 的确是 谢谢 非常感谢阿虎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董哥 那 没错 我们就是 天气热要多喝水 各位朋友真的多喝水 对身体好 红阿花 谢谢阿花 非常感谢阿花 感谢 淑温 谢谢淑温 你来了 是 董哥最懂 民进党招数最多 的确是 庆祝兰书 谢谢淑温 感谢淑温 谢谢 Kawaii 董哥 谢谢你 谢谢董哥 谢谢 酒吧新闻台的小编 很开心 非非 不气了 谢谢 谢谢大家团结 其实我们 分享很多意见 那 公理正义是非 是我们所追求的嘛 然后 是苏打辣 是不是 再来是 玩具熊 玩具熊 是 谢谢玩具熊 玩具熊 念到我名字了 对阿 因为玩具熊 她很可爱 我常碰到她 她很清快 谢谢玩具熊 谢谢 然后 谢祥元 她说 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她也给我 躲内 非常感谢 然后 是 这个是 马勒格基 对阿 我都不太好练 马勒格基 她给我一个大的 她是从艾兰来的 很有 她周天的躲内 我非常感谢 谢谢马勒格基 然后 是 腾翔 谢谢腾翔 她给我一个酷的 非常感谢 然后 BCE 谢谢 还有柯小姐 她们都给我漂亮的图 然后 博经理 谢谢董哥 今天 是 早就加班了 谢谢 她从美国来 非常感谢 博经理 给我大大的一笔 然后 承招寡人 新加坡的好友 她又来了 董哥要吃饭喝水 然后艾力科斯 谢谢艾力科斯 感谢 给我一张漂亮图 好我们准备回现场咯 谢谢 谢谢 其实天气 各位要小心它的雨 那这个雨来的话 有个好处就是天气不会这么热 这两天这是热的要死 大家知道小总不吹冷气 不吹电风扇 那你很多人说你会热 我当然会热我 身体结构跟大家一样 那只是有很多东西就习惯了 那我住顶楼的公寓 当然又特别热 没关系 一回家楼梯窗全部打开 那让它风吹一吹 它就会比较不热了 有时候是一种习惯啊 那下个雨天气比较不热 比较好 那我们台湾先几 先几你就看 他们每天在讲这些 民调每天出容 哇 什么样怎么样 我刚已经跟你讲了 美一岛电子报的民调 四年前是怎么样 我讲出来 跟结果一不一样 不一样啊 各位我刚连数据都念出来 哇 宋楚瑜会有百分之十二的选票 宋楚瑜的票当然就是抢韩国瑜的 可是宋楚瑜的票是多少 四点多啊 宋楚瑜连百分之五 就可以拿到了 就可以配到不文区立委 他们的不文区立委 这一届没有了 对不对 就表示他根本都没有拿到 我讲这个 讲新闻要评的是什么 铁证如山啊 大家来对照 对不对 大家来对照 那今天一个候选人出来 他有他的优点 有他缺点 你都要概括承受 要概括承受 侯友余当然也有很多缺点 我觉得他不过强硬啊 他去跟歹徒对抗很强硬 可是选举他对老百姓 所要追求的他就 我就觉得他不过强硬 比如说大家看小董 对死刑 不执行是不是很强硬 我讲这么多年 我去小吃摊 那老板就说 哇 我当的你有得勇敢 大家不跟我说 大力说 我说你在讲什么 他说那个死刑啊 只有你这么凶悍 那个 那个卖面的老板 我说哇大力 你们哪有这个 看这条 他说哇哦 看那苹果日报 在那里看 我这不是我们当的 因为我有时候去那边吃啊 他知道我是一个那个 可是他对这个 不是非常关心 可是他看到我 对死刑的态度 统统抓起来枪毙 哇 那种快感 这种快感 并不是我小董 要给人家快感 我也不嫌嘛 可是大家觉得 这就是一个社会公益人心啊 对不对 上个礼拜那个 烧死叫李国辉 烧死九个人 不用死刑 三重那个 湯景华 烧死六个人 不用死刑 这什么社会啊 可是 你不是社会的公益嘛 今天社会的公益 为什么这些 诈骗犯 诈骗犯 工男跟民进党 所有的高官合照 他已经被判有罪 还不用经济官 不用经济官 甚至检察官 检察长检察官跟他在吃饭 警政署长跟他在吃饭 各位 你这个怎么抓得下去啊 监察院长 陈吉 跟他吃饭 输家前 跟他吃饭 各位 你 你一般 一般 檢察官 你怎么办得下去啊 一般警察说 这个人我要把他通缉归案 你怎么通缉归案啊 他跟我们署长坐在一块吃饭 各位 所以人家讲 郑文燦就不高兴了 郑文燦说我要去告 告了七个人啊 国民党的一些民意代表 什么 宁国春 宁金杰 还有宁韬 桃园的 苏翠玲 桃园的 他就告了好几个 他说谁在讲我就要告 哈哈 各位真好笑 其实 郑文燦应该讲一句话 如果我告书我退出政坛 文燦要不要 要赌就赌大的 不是你告别人就算了 你跟犯罪集团这些人 的照片被人拿出来讲 是啊 这照片 你要说照片围照的 我告他 但你知道照片不是围照 表示你是真的跟诈骗集团 在一块 有拍照片嘛 对不对 而且是一个场合一个会嘛 那这个你有什么话讲 那你应该赌大的啊 我如果告了 输 我如果告输的话 我退出政坛 要赌就赌大了嘛 啊对方如果被你告 对方说 我只要有的话 因为这种案子一般判记忆嘛 我放弃 用金钱 用记忆可以 一颗罚金 我放弃一颗罚金 我就要进去坐牢 你去坐牢 对不对 这比较简单嘛 七个人都去坐牢 陪你嘛 郑文燦敢不敢 不敢 那各位朋友 其实你可以看到 哦 我们 在台湾哦 选举哦 这么的 激烈 而且这么早 还有七个多月 还有七个多月才要选 可是 你看了 他这么热闹 这么纷纷牢牢 那现在今天的一级战机在金门 陈黄爷生日啊 我们金门哦 4月12 陈黄爷哦 我最近就接到一堆朋友说 你要不要回来 因为我们陈黄爷生日是热闹到什么地步 我们哦 因为他在金城啊 金城的小学生放假 那为什么陈黄爷生日跟小学生放假有什么关系 因为小学生被找去装扮成神仙 挪扎 哦 葫芦寿星 然后我们 大人就要抬着他们哦 他们化妆的穿古装 然后抬着去游街 这个在金门叫做蜈蚣座 台湾也有 啊金门非常流行 哦 雅钢座啊 雅钢座 雅钢就是蜈蚣 那 台了以后 因为很多小朋友都不是所有小朋友啦 很多小朋友都被抬着上去 扮成神仙啊 那我们要是没有那个 像我们 我们的学校是比较乡下的 那我们到城里面 因为城里面我们有亲戚啊 亲戚哦 把所有的亲戚都找来吃饭 哦 就流水席就一直吃 那 我那时候读高中 哦 我们呢 同学都已经 都已经来叫了 叫了怎么样 我在这家同学吃 他在旁边等 你再吃两口哦 不准再吃了 啊其他到我家 就拉着就走了 他去那边 才吃几口 要另外一个同学在那边等 要把我拉去那家 就是抢人抢到这种地步 一直吃不完 我读高中的时候就这样了哦 各位你想想看 那时候 几层肉狂啊 整个精神是肉狂 哦 然后 这几年哦 因为 我们这个城隍当然 中国大陆也有一些 联盟啊 他们也会派人来 祝贺 哦 那 中国大陆也有一些金门人 哦 住下门 因为那时候两岸突然隔 突然断了嘛 金门人就只好留在那里回不来啊 所以他们那里也有团体 他们也会回来 哦 哦 为金门的陈王爷 这陈王爷已经 大概快四百年了 我印象中大概三百三十几年了啦 哦 他的生日从 设立到现在 那你可以知道 哦 这个日子是非常久 所以他是一个信仰 信仰的话 今天克文哲气 哦 郭台铭气 哦 赖清德气 所以就觉得说哇 都来了 没有错啊 那我们知道金门 哦 当然这次 支持郭台铭最利的是陈一臻啊 很多朋友就问我说 哇 陈一臻挺你们表示金门人都挺郭台铭 我说没有 金门人都挺郭台铭 那陈一臻不能代表金门吗 我说在这一点他不能代表金门 我才能代表 不然你去问他 你去问他 他代表金门还是我代表金门 你当面问陈一臻啊 就这件事情 是不是 所以 我有时候讲新闻 我是很直接 我得罪谁我也不怕 哦 陈一臻碰到我都叫我协长了 哦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讲新闻都有所本啊 那我讲 我们今天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我目标是 团结南京嘛 团结南京啊 我是南京啊 因为我缓台读啊 这个是很清楚的 那大家把这些力量集中起来的话 你才有 北极全球精英 董哥我们还剩下很多抖內要练完 好 趕快 还有爱丽克斯 爱丽克斯 感谢 非常感谢 我们爱丽克斯的一张漂亮图 然后吴昭怡 新竹的昭怡写董哥平安 非常感谢 然后 他说董哥要加油 咸明权 他给我个百分之百的 是 他也常到中国去抖內我 然后 班杰明 班杰明 是 班杰明给我一张漂亮图 非常感谢 然后叶大雄 大雄你来了 感谢 谢谢你的抖內 然后 他也给我一张漂亮图 很感谢 然后丙隆 丙隆都没有留言 但他每天都来抖內我 然后柏林丽 他从美国又来了 他刚有来过 二斗他都加抖 打过八二三八战 哇真是 那是自己人啊 金门人 没有错 那温森晃 年轻的好友 董哥小编 我们 骑车都要小心 非常感谢 那温森杰 他也是 他说今天 利盈的网金 特别多啊 所以 我们其实要看得很清楚 没有错 各位朋友 的确是 然后 吉米丽 吉米丽 他说董哥 你袖子反折 应该 应该折一折 袖子反折 是 反座 应该 是是是 好谢谢 日本的好友 給我大拇指 吉米丽 谢谢又来了 非常感谢 各位台评是怎样的人 除了想他钱的人 是不会在乎的啦 的确是 洪阿花 谢谢阿花 非常感谢 然后杨峰 谢谢杨龙 董哥武安 行动支持 感谢 好我们继续到这边 剩下的明天 我们再见